说到绘画,除了纸和笔,一些艺术家还会利用其他材料来做画 越南就有一名艺术家选择用荷叶来画画 是的,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耗时,而且很麻烦 单单是保存荷叶就得花上半年的时间 再加上荷叶的各种纹路需要花心思来处理 所以这条创作之路一点都不轻松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名艺术家为什么选择会以荷叶来做画 越南一名艺术家黎凡家多年来 以制作胡志明等等各国领袖的人像图向他们表达敬意 就连刚卸任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包括在内 但您是否发现,这些画作都主要以棕色的土色系为主呢 因为这些作品都是用荷叶完成的 这是黎凡家从2017年开始就采用的绘画技巧 他从石塘彩摘荷叶之后 必须先保存半年 等到叶子变干后撕成小片 再用荷叶的天然颜色 拼凑出各国领袖的笑项 经过半年的保存 黎凡家还得用上至少十天的时间来完成合夜笑项画 除了准备工夫费尽心思 完成作品后的保存方式更不能马虎 否则超过半年的心血将会付出东流 李凡家表示 选择荷花作图的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希望透过家乡 统塔著名的荷花 表达自己的创作和对领导人的敬意 他的每个荷花笑项画 如今成为一些人的送礼选择 每一幅画售价130美元 大约526令吉